郎平新身份曝光 从美国回到中国 走马上任 蔡斌呢非常尴尬 大家欢迎来到本期的决定体育 决定体育呢咱们聊久一点 在视频的开头 希望大家在视频下方 给我点赞和关注 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中国女排 好了我们扬春传 邱密都知道 中国女排呢正在经历着大风大浪 日期呢中国女排大名单公布 其中呢来自北京队的主攻手 王云露今夜呢入选呢 是惹人争议 为什么呢就像数学竞赛一样 你放着重点班的学生不用 偏偏让平旁的班的学生呢去参加 北京女排呢在上赛季的排球联赛呢 是排名第13位 也算是倒数第二 显然呢菜边呢并不是两耳不闻窗外式的 对于主攻人选 一直强调呢要全面 也就是呢攻防要平衡 首先呢你要能够接住遗传的传球 谁都不是傻瓜 如果弱点太明显了 对手呢就会钻空子 单从这一条呢就帅下了很多人 当然呢国际排队呢也是有个例子的 某些攻守呢能攻善战的特别强 强的呢让你能够忽视他的弱点 但是我国呢在国内呢是找不到具备如此进攻能力的选手 但我们呢就没法接受这样的偏科 所以呢王云露 军业呢便成为了最后的选择之一 过去这些天以及未来呢更多天 他俩呢享用菜指点的小道 希望呢他们会带来更多的惊喜 主攻守呢就像在足球场上的前锋 破门得分一锤定音 最威风的就是他们了 王牌主攻守朱婷和张成宁呢在东京奥远会呢分别进行了手术 目前呢是仍然处于养伤阶段 蔡斌呢也是表达了对他们的期待 距离失敬赛呢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如果朱婷和张成宁能够康复归来 中国女排呢肯定是如虎添翼 我们也欢迎呢他们能够回到大家庭中 而蔡斌顶替朗婷之后呢 直下了首第一场比赛呢 在失联赛的表现呢也是非常不好 而现在球迷呢也是表示 蔡斌呢赶紧下课吧 不过如今蔡斌呢也是迎来了新的希望 那就是王孟杰加入到了国家队当中 而现在中国外景谈也是再次迎来了一个好消息 据悉在最近呢朗婷呢也是从美国返回到了国内 并且呢是进行了一个新的节目的录制 而且朗婷呢也是有了新的身份 从这次身份来看朗婷是非常的开心 那就是作为央视的818晚会的嘉宾 而同台竞技呢还有一张千玺以及关小鹏等流亚明星 因此呢朗婷出席了这次当嘉宾呢 这个身份呢也是非常的不简单 不得不说62岁的朗婷呢 仍然是受到了国家队的重视 但是相反 球迷也是质疑呢 朗婷呢可是已经退役的主教练了 而蔡斌作为现役女排的主教练 为什么没有邀请蔡斌呢 这不是无视蔡斌吗 难不成朗婷之后呢就再也没有主教练 可以超越朗婷了吗 很显然朗婷的功绪呢 在这代人的眼中是无法忘记的 也希望呢朗婷能够身体健康 继续为女排呢 做出事业的贡献 那么大家怎么看 请不吝点赞 关注按钮 欢迎在评论区下留言